各位Facebook的朋友,大家傍晚好 其实,你不要再拉了,你再拉了,我这个先就... 这样啊,你的人不健康啊 OK,好,我其实今天急着给大家开这个Live 是希望这个产品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刚刚我们去听了一个B1新出的这个免疫系统的维生素的产品 真的是非常好,简幸在这之前也是有吃过啦 这个免疫系统的这个维生素为什么那么重要啊 你看平时我们的食物掉在地上,你会还拿上来吃吗? 你不会,因为你知道那个很多的细菌 当附近有一个人在你前面突然间打喷嚏,哈气 你会第一件事情做什么?你会捂住你的鼻子嘴巴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那个细菌? 细菌一旦侵犯我们的身体,就会发生什么事? 它就会让我们身体生病嘛 所以为什么平时我们这些细菌都一直存在在空间里面 可是我们人体却没有这样容易发病或者生病呢? 那是因为我们身体有免疫系统 帮助我们做这个防...这个什么? 防御的那个防御盾,不让我们身体生病 所以这个产品就跟我们身体这个防御盾 这个免疫系统有非常大的关系 它是属于我们免疫系统的维生素 所以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自体免疫力真的是由我们自己决定 所以它讲到我们的身体 其实每一天我们都会接触跟摄入和细菌 数百万种潜在的病原体 那些Bacterium 病原体会引起疾病的微生物和非生物 包括寄生虫啊,细菌啊,针菌啊,病毒啊,灰尘啊,烟霉啊 及我们的花粉等等 这些都会导致我们... 这都是我们的病原体会导致我们生病的 人体拥有十分精密 而且奥妙的自体免疫系统 这个防卫的系统 20小时的卫生体每个系统 提供了这个防御盾 它对外呢,它就可以抵抗这些病原体 对内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清除老化及病变的细胞 病变的细胞 它也帮助我们清除 然后这个 这个产品呢,它最能够 能够activate的 就是我们这个巨蟹啊,巨细细胞 是这样读啊,这个 巨细细胞啊,应该是这样读啊 是自体免疫系统不可获取的一种细胞 也是对抗疾病,对抗... 一个免疫细胞来的 这个巨细细胞在自体免疫系统里面 扮演不同的角色 它如果,第一个它能够做的动作 就是保护我们身体 后面我会仔细讲 第二个可以帮助我们平衡免疫系统 第三,它可以帮助我们清除老化 及病变的细胞 第四,它还可以帮助我们修复细胞 怎样呢? 它怎样保护身体呢? 它在其实每一个不同的部位 都有不一样的这些巨细细胞 它怎样保护身体呢? 它... 有有有有有 它就可以帮助我们 如果病原体 寄生体 就可以帮助我们吃掉那个病原体 所以抵抗了 然后而且它吃掉的同时呢 它看到有细菌病原体进来的时候 它就可以通知其他的免疫细胞 一起来攻击病原体 就是它会绊麻的 会拉它的那个麻宅一起过来抵抗这个免疫系统 抵抗那个病原体 第三,它就是因为做了这个动作 所以它就可以保护人体的其他细胞 不受那些细菌啊 那些病原体的侵害 它第二个功能就是 当它打完了仗之后 它还会叫那些细胞 OK啦,打仗完毕啦 你们回去原位啦 不要再攻击啦 它可以帮助... 第三,当那些东西死掉了 那些病原体死掉了 它还可以帮忙做清除 这些死掉的那些病原体 清除这些老化和病变了的细胞 不可以让它残留在我们的身体内 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 可能就变成其他细胞的那些 那些食物 然后就会不好啦 所以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清除 它清除这些被殲毁掉的 殲灭掉的这些病原体 让我们老化和病变细胞 全部一次过它都可以帮我们清除掉 第四,有些时候在打仗室是会 什么 什么 不要紧的 我们可以动磷在我们的外表 可是我们却不能阻止年龄的增长 对不对 所以当年龄增长的时候 这些聚细细胞就会没有这样 active 然后呢,环境污染也是 太过冷啊 我们很容易感冒 因为聚细细胞不能够运作 所以就容易生病 太热我们就容易发热气 就会我们生病 所以冷热这些环境都会影响我们的聚细细胞 然后呢,生活作息不好 睡眠不足的人也容易生病 对不对 因为那时候聚细细胞会比较 inactive 然后营养不足 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细胞 这个聚细细胞没有活力 这样,这个聚细细胞一旦不活跃 就发生什么事情 自体免疫系统就失调 你就很容易感染细菌啊 生病啊 发烧啊,感冒啊,咳嗽啊 然后如何让确保这些聚细细胞和20小时都正常运作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提供这些聚细细胞所需要的维生素 所以呢,它就可以帮助激活它所有的 刚才我们讲的四大功能 保护身体,平衡免疫系统,清除老化和病变的免疫细胞 跟修复我们那些受损的细胞 所以我们的这个Shirodo 100%进口日本进口的Shirodo 其实是免疫系统的维生素 Vitamins of Immunity 就是我们免细胞所需要的营养素 它就有这四大的特点 第一大特点呢,它有独特的成分 只有Bee International有哦 这个独特的成分呢 就是Shirodo的独特成分叫做IPPA1 这个IPPA1是经过专利发酵过程的小麦摧取物 它是让免疫细胞不可获取的维生素来的 这个IPPA1,它是可以帮助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 它的那个维生素如果缺乏的话 它就会导致疾病啊,阻碍一个人的那个成长 然后,而且它可以导致我们的体内无法合成 必须从食物摄取 这个维生素是无法在体内合成的 它必须从食物吃到的 所以不简单哦,你要知道这些维生素 而且它是淡水化物,蛋白质,脂质以外的营养素来的 所以我们这个Shirodo本身 这个营养成分IPPA1 是我们专给免疫系统的那个非常好的维生素 然后这个IPPA1呢,它是怎样运作呢? 它是与聚细细胞的表面的受体 就是这个antenna 这个聚细细胞上面有很多个antenna 其中一支antenna叫做TLR4 我好像在读科学这样 这个TLR4 它是唯一一个antenna 可以接受到这个IPPA1的 它一接受到这个成分的时候 这个营养素 它就马上可以 send那个信号转导 去给这个聚细细胞里面的细胞核 它就激活它,告诉它 excuse me, wake up, good morning,不要再睡觉了 它就有这个基因表达 让这个Nuclear发出这个基因表达 激活这个聚细细胞 让它开始active工作 然后这一个本身呢 这个mechanism 这个整个发现 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 就有三名科学家 发现了激活这个免疫系统的关键原理 而获得了诺贝尔得奖的奖学金 然后它第二个专利是什么呢? 除了那个第一个专利的成分之外 它还是专利的发酵和萃取过程 它不是普通的发酵 它是独特拥有专利生产过的 因为它要确保这个IPPA1最佳的性能 它用这个小麦萃取物 它的这个整个分子 是整5000个Delta那么的细的 所以它很容易被我们的聚细细胞吸收 所以它就可以马上激活这聚细细胞 一旦激活它就可以活化我们的自体免疫力 可以抑制感染啊 那些什么感染的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感染的病症啊 那些Kosaki啊 那些流感啊 它都可以帮忙 而且可以调解免疫力 调解新陈代谢 促进伤口的复原 甚至乎当这些东西可以帮助的话 它就可以帮助预防更改善我们的感染 敏感 皮肤炎 高血脂 胃溃疡 骨骼疏症等等 第三 这个Shiroto它的第三个特征 就是它拥有临床的验证 这个临床验证的 是验证第一个临床验证 验证如何激活这个聚细细胞 他们发现到 专家发现到 IPPA1 它可以激活聚细细胞的活性啊 是比市场上所吃的这个Beta-Glucan 跟这个乳酸菌更高出1000倍耶 如果你要激活你的免疫系统的聚细细细胞的话 这样我们就要吃最容易激发的咯 就是我们的Shiroto 它是1000倍比那个Beta-Glucan 跟那个乳酸菌更能够激发我们的GCC细胞的 然后第二个呢 它还可以减少因为寄生虫啊 所感染的死亡率 这里两个折 第一个是控制组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吃着这个Shiroto的了 这次没有吃Shiroto的 它就很快就 这个死亡率就提升了 可是吃着的那个Shiroto的话 它就减低咯 然后它还有一个clinical studies 第一个临床验证 证实它可以减缓皮肤炎的问题 高达71% 这些都是临床验证 它可以减少那个皮肤炎 然后第一个多一个的那个临床验证 就是它可以减少过敏的反应 你看啊 身体过敏的时候啊 如果你没有吃着这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IPPA1的时候 它就直接shoot up到最高 就很过敏 过敏虽然会慢慢降啦 不过它降的比较慢 那些在吃这个Shiroto的 其实它上也是不多 然后蟋跌的时候就很快 所以它可以帮助减少过敏反应 是很多allergy的人很好的那个消息 而且它也有效减少高胆固醇 怎么讲 因为那些坏胆固醇LDL 它一氧化就很难被身体去除掉嘛 可是只要你吃我们的Shiroto 它就可以帮忙去除掉这些被氧化的LDL 你看上面这一个呢 是没有吃Shiroto的 没有吃Shiroto的 整600到800这样高 就没有吃它的那个坏胆固醇 被氧化的一直都很高 然后它开始服用那个我们的Shiroto 就马上跌了 这是第一个case 第二个case 它一开始它是整400点的 这个坏胆固醇的指数 可是它一旦吃这个Shiroto 马上它就跌了 跌了 如果它一停止没有吃这个Shiroto 它还是会伤回了 所以证实我们的Shiroto 有效减少高胆固醇 因为GC细胞会带走那些 已经被氧化了的坏胆固醇 很好哦 然后还有一个Clinical Studies 它可以减少胃溃疡 减少这么多的指数 然后它也可以修复胰岛素的细胞 并且维持胰岛素的生产 就是那个insulin 尤其是一型糖尿病 所以那些假型糖尿病的人 它就可以延迟它的发病率 有些人很容易 就是出事小小就发现到 有这个糖尿问题 它吃我们的Shiroto 其实帮助它非常的多 当然它不会完全好转 不过不会完全好来因为基因嘛 不过它可以延迟发病率 这个已经是非常好的消息了哦 然后更重要它有第四个特点 Shiroto本身是我们市场上的产品 免疫产品第一跟唯一 受到日本CiITRA的认同的 这个CiITRA Stand for Control of Innate Immunity Technology Research Association 这个产品是第一跟唯一 得到日本的认同和认真的 它在92年时候 其实就被这个东京大学的米育教授 水野复义的博士 开始发现这个巨细细胞 然后1998年发现到 从小麦萃取的这个IPPA A1 可以帮助激发巨细细胞咯 1990年通过这个IPPA A1 它达到各种疾病预防的 它继续去做研究 发现到它可以帮助非常多东西 92年的时候发表了 对于这个Shiroto本身可以改善皮肤炎 高血脂 高血脂 预防胃溃疡 及降低LDL 胆固醇的研究 开始有了论文哦 97年的时候 就由这个美国Charles A. Jinwei 博士 发现了这个IPPA A1 是我们巨细细胞的受体 所以呢 那时候呢 他们就在2011年 有三名科学家 因为这个自然免疫 获得了这个东西 这个解说 这个research 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医学奖 然后2006年 这个IPPA A1 在日本成为了功能性成分 2010年在日本学术界 和企业界合作研发 成立了自然免疫控制技术组合 就是这个CIITRA 然后获得了政府的认可 所以我们的产品是有认同的 有认可的 然后Shirodo 是这样的包装很美 整合完全100%由日本进口 然后它是属于Vitamins 免疫系统的Vitamins 独特和高效的活性成分 是IPPA A1 和那个协同效应的那些营养素 Vitamin C Beta 这个 普聚糖一起 然后它还拥有临床验证 可以增加免疫力 它也是天然的蓝莓口味的 很好吃 酸酸甜甜的 然后独立包装 方便携带 然后它是天然植物成分 适合素食者饮用 然后我们也得到了许多的品质认证 它有GMB的认证 哈拉认证 我们的有足同胞 我们的回教同胞都可以使用 然后是天然植物的成分 完全适合素食者使用 然后沈志福 它的毒的发酵及萃取过程 获得了10个国家的专利 日本 美国 澳洲 澳洲 加拿大 中国 韩国 印度 然后新加坡 以色列 台湾跟俄罗斯等国家 都得到了配证 健康免疫系统 可以帮助小孩 帮助他们提高免疫力 不要这样容易生病 帮助他们减少生病的次数 帮助成人减少过敏的问题 帮助我们缩短生病 那个生病的时候的 权益时间 recovering比较快 老人他就可以帮助他们提高免疫力 帮助减少感染的问题 建议服用量就是儿童 两岁以上的话 每天就可以吃一包 成人的话 就每天两到四包 小过两岁的小孩子 除非有特殊状况 这样他就可以吃 否则的话 两岁以下的小孩 我们建议他们用自体免疫 来train他们的免疫细胞 所以这个呢 就是BE新出的 将要推出的 1月份的这个 另外一个王牌产品 叫做Shirodo 是属于免疫系统本身的维生素 希望今天大家都有机会 开始 试用今天privileged by的这个Shirodo 然后自己试用了 拥有见证之后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健康长寿 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谢谢